大家好,我是小罪,欢迎收看小罪解说三国杀 今天咱们继续看国战 先来看这一局我们注意点的LCID 叫做卫武 威洛莫来自 378区,感情继续往下提供的比赛录像 出场情况 只有水果可以选,水果这三个酱 都是非常不错,感觉怎么配都可以 涡龙凤竹也不错 福奇档也不错,连环月也不错 怎么配都可以 看你喜好哪一对 那么我们主角最后选择的是涡龙凤竹 这对竹连闭合 三号位还是比较靠前的这么一个位置 不错,一号位这是 我离开,我说半天怎么没反应 离开了先不用去管它 一号离开了 这个二号大队乐开花了 直接大队枪手链开始射 这我们现在没办法用八阵亮将 只能说是用这个看破了 然后他用寒冰剑看破 我觉得先用青冈剑好一点吧 毕竟我个人感觉这个寒冰剑要比青冈剑要好一些 因为你青冈剑的话 难道一会你准备挂起来吗 这个大队好像不愿意射了 看见魏国之后不愿意射了 那么你准备把这个青冈剑挂起来吗 你把青冈剑挂起来 别人要把你青冈剑借走呢 或者顺走呢 对你自己是不是也是危险 这个卧龙还是比较怕青冈剑 这个草皮是 这是 这是手残了 还是 还是脑残了 两个桃子都不吃了 直接就这么死了 那这不管它了 他愿意死 那这没办法 还是觉得这个 这个组合非常不好 就不想玩了 这不多评价了 然后看大嘴还射不射了 这么多魏国 看他愿不愿意射 反正没有国家 没有操操 在这里一直决斗 我看能不能带走司马 带走司马还是很不错的 有时候司马也是挺烦人的 这边还是司马张辽 就更烦人了 主持角这挂个刀 这就过就行了 没必要动 我主持角是选择的杀下下 我觉得没必要 你直接下下三血无脉 你又不是魏国 你又不是魏国 你去 你去打他干什么 他不管是什么势力 你也没必要去打他 你万一打到队友 你看这还真打到队友 你这个真没必要去打他 你就挂个刀过就行了 或者你不想挂刀 你这个你不想挂刀 这个想当个武器 你就把那个红杀 你刚才是用红杀杀的吗 你这个红杀 你单个火攻 你随便找个人 找这这两个按键 你随便找个人 你火攻一下 你看他们一下牌也可以吗 那么把这个队友忙死了 忙死了 忙死了就忙死了 反正他死了之后 我们这个嘲讽反倒是更小了 那么袁绍再来射一发 这边刚烈哥红桃非常悲剧 那现在这个8号 他肯定他是 他应该是不感亮了 他是不感亮了 因为现在场上明着的 四个势力一个人一个 那8号肯定他出来之后 他肯定有队友 所以他就不感亮了 你待会看看他的行动吧 现在场上这个 奥干匠的身份 十分关键 当然袁绍他无所谓了 他反正他放箭 你们全体一起打 他无所谓 这个周瑜 这边也不亮 难道是僵尸吗 周瑜也没有过多的动作 这些人都还是非常谨慎的 自从我们主角 忙死了一个队友 然后这些人也是比较谨慎了 然后佳许直接把腾甲扔了 看到我们这个卧龙之后 腾甲没敢挂 那么去烧一下 员上啊 象征性的烧一下 也可以吧 知己知彼 非常不错 这我看到一个无果 看到一个无果 那这台想办法把它打出来 看到一个吕蒙 那这种情况下 估计他是不会憋排的 这种情况下 他应该不会憋排 这我们应该是 想办法把它 把它打出来 刚才其实我们排序有点问题 我们是先火攻的袁绍 先火攻的袁绍 然后再重铸 然后找到的那个知己知彼 你就应该先重铸嘛 先重铸 然后把牌都 能过到把牌都过完之后 再决定排序吧 像刚才看到这个吕蒙了 你就可以象征性的火攻他一下 表明一下态度嘛 尽快把这个按钮打出来 因为你这个 我们主角自己这般边没有亮 这般边没有亮 那么 别人就会怀疑你是这个凤厨 那么你如果想 降低自己的超风 你肯定是要把这个按钮打出来 那么这是 火红拍一下 这是夏侯 夏侯那边边也不亮 夏侯 我觉得你那边边你可以亮了 你也不是卖鞋架 你有什么不能亮的呢 你还是一个四血夏侯 你那边完全可以亮了 这个五五开的人是 你那 你那是给 是给袁绍开的五五吗 不过 不过他自己有个八卦 他也不是太怕 这边直接打无限啊 这个不太相信八卦 如等看好了 我也行吧 反正毕竟 八卦还是50%的几率 那这边 终于是看到刚才 袁绍万剑没出闪 所以 想趁机占点便宜 然后又弄到一个红乐啊 又弄到一个红乐 呃 又占点便宜 那这他是要亮了吗 啊 顺着白银狮子 要说是已经跳舞了 所以他再不亮 也没什么意思了 所以就直接 这梦也是亮出来了 那这样他一亮的话 乌国有这个人头优势啊 乌国有人头优势的话 肯定是 厂商会 先去打乌国 反正 至少你得死一个吧 那他俩都是这半边都不亮 嗯 我估计应该是有一个是僵尸吧 不然你吕蒙 你既然决定亮了 你为什么这半边不亮呢 你既然决定亮了 你就亮出来就是给你们吴国做点贡献呗 结果这个 呃 夏侯也是够悲催啊 没等我们去连他们啊 我们看也没梅花啊 我估计有梅花 主角也不会亮啊 这个 胖头没必要亮正早 结果这个夏侯就悲催的被电了 被电到这种程度了 这边还不亮你这有什么不能亮呢 那 你这四血的我也一样 有什么不能亮呢 雷沙 然后终于 来杀这是 嗯 我们帮夏侯打了个无蟹 然后他就不爽了 杀我们就是这样 太多了 那正好这边是干宁的 干宁的话 干宁他去把夏侯的盾拆了 你这就准备打夏侯了吗 你们你们两个准备激活夏侯了吗 你拆了一个明八卦 然后来杀一个暗八卦 这是这是什么套路 乐不思蜀 你们又不打夏侯 那你去拆夏侯的盾 你这不是图拉嘲讽吗 这边是乐主终于啊 可能感觉乐旅盟也没什么卵用 突然接近 直接火攻 火攻里面 啊 酒都排出去了 其实我觉得这个夏侯 他流口 你你你自己流口酒 也没什么不好 难道你还有恢复牌吗 你如果没有恢复牌的话 嗯 你自己流口酒 是完全可以的 虽然说你有刚烈 虽然说你有刚烈 但是你把 你把这这两个人逼齐了 你把这两个无逼齐了 他们并不说不敢打你 这周瑜每个过三张牌 他杀你一刀 他再扔两张 他也不赔 你看你这一个火攻拍的 本来你看上一轮 这个 呂蒙是来杀我们 主持是点的 结果这一轮 他就直接杀你了 直接火攻烧一下 就先打这个呂蒙 这个周瑜没必要先去打他 周瑜他万一这边是周泰 你一会打半天就白打了 先把这个能打死的打死 这边是徐黄 徐黄你也早就可以亮了 知己知彼看八号位的手牌 你看他手牌 你看他手牌 你就你就不断他了吗 你就不断他的凉了吗 你你你知己知彼 你要么你重铸一张 你要么你 你看看这边是不是僵尸 或者看我们主视角 嗯 是不是凤厨 你这你非要去看看 看看他的手牌 这有什么用呢 这边袁绍也是在这里 一直不动啊 看这边 这四个人打得挺热的 他自己在这也不动了 此火可助我军大获全胜 那这边李蒙是没牌了 所以烧一下周瑜 那么寒冰一下 这点寒冰呢 我觉得应该把这个 负一马给寒冰掉 你你把他负一马寒冰掉 你把他负一马寒冰掉 对你是一种保护吗 因为他负一马寒冰掉 他打不到你了 他想打下猴 你让他打去呗 反正他打下猴对他也没什么好处 你这样 他有负一马了 他要觉得打下猴有副受益的话 他不就来打你了吗 虽然说你有这个八卦 虽然说你有八卦 但是也不是百分百保险吗 所以刚才那个 应该说是我个人感觉 把负一给他寒冰掉 比较好一些 那这边周瑜黄盖 周瑜黄盖 我觉得这个周瑜黄盖 他还不如刚才就在这里 你在这里自己鞭死算了 你过一波牌看看 能打出多少伤害 打出多少伤害 然后自己鞭死 把你这个队友留进参局 你不然你这两个 你这两个无 你这两个无 你在这 你这肯定是大家都要去打你 都要去打你无果 你与其说是让这个同盟国 把你打死 你还不如就自己就鞭死算了 因为你一死 你一死的话 你这个队友就没什么嘲讽 只要说他不是一直在这里憋牌 你看你这活生生的被打死 你还不如自己鞭死算 你刚才鞭一下 过一些牌 你能打出多少点伤害 打出多少点伤害 临死前给你队友做一点贡献 把你的队友留进参局 慢慢和他们去博弈 正经动的自己被打死 然后还送给敌人两张牌 你这何必呢 因为你既然决定亮黄盖了 你就是告诉 这个 告诉你的敌人 我不是僵尸 你就可以随便来打我 你要意志不量吧 大家可能先去打你的这个队友 就不敢打你 就怕打到僵尸白打 燃烧吧 然后我们主持点是去 烧一下去 象征性的烧一下 我觉得我们主持点可以 可以先把这个女盟给干掉 因为这两个人并不怕他们 袁绍和 袁绍和这个虚幻 你并不怕他 再说虚幻都已经这个凶样了 你分分钟就能带走他 倒是这个 干净在这里一直憋牌 你受不了 赶紧把这个 女盟干净给 给带走 你把他带走之后 这个 你吓猴应该说是很容易就被带走了 关于袁绍放箭就能把他放死了 然后赶快和这个 袁绍进单条 你和袁绍加许进单条 你是一点都不虚的 可以晾将了 我觉得 把他们连上之后 一烧 赶紧带走 你现在 现在这个局势 没必要平均压血线 你要是平均压血线的话 可能会带来一个后果 就是你平均压他们的血线 你带来的后果 就是他们联合起来先打你 你这样就不好 你赶快先打死一个 然后再打死一个 直接和这个 和某一个人进单条 这是最好的 你和这个 你现在这种情况来看 你最好是直接就是和袁绍进单条 因为你并不怕袁绍 假许袁绍你并不怕的 现在这两个人 这个 吴国和卫国状态这么差 你看 你看你这个非要 你非要去压这个 压袁绍 你这弄的他来打你了吧 你现在亮将了 你刚才就可以亮将了 刚才 刚才亮将之后 我们这个 一锁 然后 把这两个人全带走 把这个五位全带走 直接和袁绍进单条 慢慢耗也耗死他了 因为你这个凤竹还没有涅槃过 等于说你是两条命啊 你两条命 你再打他一条命 你还打不过吗 那现在和 和他 但天上应该说没什么问题 就慢慢烧他就行了 有红牌的话就 就烧他 这点我觉得可以再烧一下 你有红桃吗 你有红桃再烧他一下 你两条命的 你不急于吃着一个桃 再一个你还有这个加一码 你还有这个八卦阵 他你一时半会儿也打不掉你血 反倒是你尽快压他的血线 你你你把他压下去了 你就赢了 后边我们可以看一下 快一点 这个窝龙凤竹 打袁少侠 还是非常容易的 毕竟我们 有过牌 这个连环可以去过牌 他就是 纯凭裸摸 他有这个帷幕 我们那个 黑色的 锦囊 没环的就重铸嘛 然后火机还能烧他 这应该就是 随便打打就可以了 有杀杀一套 没杀 有多余的红牌 就烧一下 问题都不大的 整体这局 节奏把握的 还是可以的 就是有些 这个细节上处理的 可能还不是那么完美 那么接着来看这局 这局我们主要的游戏ID 叫做 心梦无痕 来自四五区 感谢这位玩家提供的 别的录像 嗯 出场情况非常豪华 都是魏国 都是魏国 非常非常豪华 这些将感觉 就是个许胖子 和这些将 不是太配啊 感觉就是个许胖子 和这些将不是太配 然后这几个 嗯 这三个卖血将和和邓爱 感觉怎么配都可以啊 怎么配都可以 你像这个国家司马 嗯 国家草坯 嗯 国家邓爱 这这感觉怎么配都是boss级的人物 看你 看你喜欢哪都是毒鹤了吧 最后我们主要选择的是 司马迦 嗯 其实这个手牌也非常不错 加一减一 一个桃一个杀 然后一号挂藤甲 没有动 二号切了一堆杀 也没有动 三号 看三号动不动啊 三号冰凉都扔了 估计也不会动 嗯 看我们上架 上架也没动啊 桃都扔了 扔了一个桃 扔了一个 勒布斯鼠 嗯 我觉得 我们这手牌不溢出啊 如果手牌溢出的话 可以直接杀下四号 这四号不太像位 那么这边这个六号 就这么 看九杀三号 这是多大丑 你这是跳位吗 也不像啊 你要是魏国盲三血的 你普通杀一下就行了 你没必要九杀 难道是仇杀 是上一句的恩怨 还是怎么 不太明白啊 感觉 他也不像是跳位 跳位就普通杀一刀 就行了吗 嗯 刚才是 这期这笔八号 看了四号是吧 那么还是没人动啊 那么子龙啊 子龙 子龙你就单出来 杀一刀上架 这个三号 怎么这么多人杀 这个六号 直接就忙的 这个子龙 也是去砍的 你来呢 这三号是 是和他们都有仇 还是怎么 你这 出来个大桥 你这子龙 没必要这么 这么狠的打大桥吧 这是有多大仇啊 你把自己打得这么空虚 你万一后边都不是蜀锅 这都来打你 你承受得了吗 那这边开万键啊 开万键不太像吴啊 最明显这个万键就是打大桥了 就这样吧 下次注意点 这个赵云肯定不怕万键 这开万键就打大桥了 不太像吴 主角亮将了 亮将的话就招来一顿塔 反正司马加 司马加大boss 那不是为他打一下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8号就看了2号 然后也没有什么动作 你敢杀我 我要你命 那你 那你反杀回去呗 果然他是留了有决斗 看能不能拼过了 结果还没没拼过 出来一个岗烈哥 你这岗烈哥出来的 我觉得 还不出来 你虽然说8号看过你了 8号看过你 他知道是两个位 但其他人不知道 你本身 这个司马加就是一个大boss 然后你再出来 这卫国这个嘲讽爆表 他们不敢打司马加 你肯定都去打你 当然你出来 这个下轲出来 下轲出来的话 给司马加拉拉嘲讽 也可以 你这 死剑把这个麒麟弓给 死剑掉了 你司马加 你不下他的八卦吗 当然他现在 现在也 也不准备打司马加 他是为了保自己 把麒麟弓给弄掉了 也可以吧 这个闪电挂的不好 这闪电挂的真不好 虽然说你是司马 但是你 你又不知道厂上 有没有张角 你厂上这么多三血案件 四血也有可能是张角 这边还出来 刚才还出来一个田锋了 这个田锋万一 万一他这半边是张角 怎么办 下次注意点 因为你司马挂的闪电 如果有张角的话 你是 你是先改的 再说 你前面这些人 在你前卫的这些人 都已经亮了 到这个 下喉点为止 你前面的这些人 都已经亮了 就是你前位 基本上是就是没张角 有张角 也都是在你后位 你既然这样的话 很大几率就是 如果有张角的话 那就是张角后改 那你就何必挂这个闪电呢 你哪怕藏一轮 藏一轮 这些将都纷纷亮了 你确定没有张角 你再挂都可以 之前我也是做过 有相关的视频 就是司马无脑挂闪电 然后最后被按张角 直接就劈死了 不是说没有这种先例 我还 桃圆结义 那么 这个下狐兄弟 直接被带走 直接被带走的话 要说我们这个司马家的嘲讽 依然是很高的 但是现在好一点的是 群兄两个人 而且还有一个华佗 而且大师也出来了 然后这边把闪电拆了 把闪电拆了 那更好了 他可能是怕 去批这个 批大师 其实没必要 第一 你这个小乔 你不怕闪电 第二 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主要要批 也是去批华佗 他不可能去批大师 你华佗死了之后 他才会去打大师 所以这个闪电没必要拆 那么华佗在这离开了 这是个好消息 他在这一直 他在这 又是 又是青囊 又是离间的 也挺烦人的 然后这边树果也出来了 这个 这个花佗都离开了 你就没必要和群雄为敌了 你这个大小桥在这里 你不去顺大小桥 赶紧把 赶紧把大小桥给 大小桥这个 这个防御 可以说是相当 相当bug机的防御 这边话都可以死 这边还要随时 群雄 一旦群雄死了 你这 呃 吴和卫联手 打着两个 不是 这个鼠和 鼠和卫联手 打着两个吴吗 你还真不好打 现在就是赶紧把这个大师 给弄下去 要不然这个周瑜大师 这个组合 这个过排量 还是非常恐怖的 我觉得就是一张排差 你没必要换了 真没必要换了 因为这个大小桥的手排 是经过调整的 他留的应该是 他需要的排 你这就一张排差 你这换了 嗯 其实也占不了多大便宜 快只怪你 不该生有皇子 你这读一下 你这读他这一下 那 他这是没红杀 他要有红杀 估计 估计他就来杀你了 火杀 那这个猪龙估计是带走了 带走了 那那现在打这两个五 我更不太好打了 过河拆桥 请休息吧 嗯 这边又把我们猪猫给乐着了 保护一下大师 大师还是能保一回合 就保一回合 结果没保住 这边又出了个决斗 那现在这个猪虎 猪虎来动我们主持点 嗯 动我们主持点 也行吧 其实这个猪虎啊 这个猪虎刚才完全没有必要去收这个鲁肃的人头 你想想这个 猪虎你自己想想吧 你一个猪虎赵云 这场上这些武将 你能打过谁 你谁也打不过 既然你谁也打不过 那你干脆你就 你就干脆谁也不要打 这个 周虎 鲁肃 这种人物 你留给我们主持点去打吗 你让他们去品 这个我们司马迦这么一个大boss 这个 大小乔 也是 这种无敌的防御啊 你让他们去和吴国 去消耗 然后你自己在这里 就呆着呗 你想虚报了 你就虚报一下 你要怕 周虎把你的牌 你要怕这个鲁肃把你的牌给撸走的话 那你就随便打打也可以 不过这个鲁肃他也活不了太长时间 那我们主角是选择把这个太后给先带走了 请休息吧 嗯 我觉得你带走也就带走了吧 你带走反正进入三陣局啊 进入三陣局肯定是要先打这个大小乔的 你这个 呃 孟霍赵云 没必要去理他 这个孟霍赵云也是 非常不明智啊 他是来杀我们主持点 来杀我们主持点 那你 你来杀我们主持点 这个大小乔肯定也来杀啊 那就是这就形成了你们二打一的一个局面 嗯 那你二打一 那如果说我们主持点挂了 如果我们主持点挂了 你 你打这个大小乔你就能打过了吗 虽然说你这个孟霍不怕 不太怕着他这个天香 不太怕这个天香 但是你 你打他你就一定有优势吗 一点优势都没有啊 现在这个孟霍赵云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在这里不动 在这里不动去平衡这两家的局势 让这两个boss去打 你没必要掺过进来 因为这两个boss你 就是 你是谁也打不过的 你谁也打不过 你就应该平衡他俩 让他俩的这个斗的两败俱伤 斗两败俱伤之后 然后你通过这个合理的虚报 你看怎么着他俩要是打残了 你通过这个合理的虚报 你要么一波带 要么你尽快是进单挑还是怎么着 你这样才有机会赢 不然你在这里 你这个孟霍赵云 你在这里 你不管帮谁 你帮我们主角去打大小乔 那大小乔死了 这我们主角你打不过 你帮大小乔去打我们主角 我们主角是死了 你这个大小乔你也打不过 虽然说你这个 再起 你这个再起和这个龙胆 防御力和这个回复力 有那么一些防御和回复 但是不靠谱 你这个防御高 你能有大小乔防御高吗 你这个回复力不靠谱 你这个回复力是靠你那个 再起那个红桃的回复力 你说你再起红桃的几率大 还是这个小乔 他去摸这个黑红桃的几率大 他说你如果一直靠这个 再起去这个续命的话 那你纯粹就是一个 纯被动的形式了 那你就不输出了吗 而且你再起的都是明牌 你的牌都明了 你还怎么给人家打 这后乔们可以看 快一点 好家伙 这三个人一下打了半个多小时 你看这个孟霍还在 还在打我们主角 拼了命的打我们主角 拼了全家打我们主角 这就是像我刚才说的 你真把我们主角打下去了 你能打过大小乔吗 你一样打不过 那么我们主角就在这里 你刚才一直在杀孟霍 我觉得你没必要杀孟霍 孟霍这个东西 你现在肯定是要先把大小乔 打下去了 因为你现在这个司马加 你打这个大小乔 也是不是他要打的 如果你没有那个海铭剑 和白银狮子的话 你打大小乔 你真的不好打 你这无蟹什么 你手里有红桃 你这 你这 你这没必要无蟹吧 你这 你这改判 你还可以添度的 你这不是浪费个无蟹吗 请休息吧 天命 哈哈哈哈 替我打着 早晚要还的 和拆桥杀 交给你了 乐不思蜀 那么你就直接就是杀打桥就行了 他愿意流离 你就 他随便流离 他要不想流离的话 你要有这个回复牌的话 你直接杀的 雷莎 下次注意点 你这两个闪 你这没必要卖一血吧 杀 你这两个闪的话 你这卖完一血 如果不出头的话 你这两个闪是不是就浪费了 在这种情况下 明显这两个人 两个人打你 两个人打你一个 主要是这边还有小乔 你打不动他 他还能弹你 如果不是这个小乔的话 你多卖些牌 过一些这个 进攻性的牌 早点把他们干掉也行 现在这个孟宝赵云 还是一直来 打我们主角 我们主角也是 跟他杠上了 其实你就 你就杀这个大小乔挺好 不过他现在有个仁王盾 有仁王盾 你要是有这个红杀的话 你就杀大小乔 他想流离 你就让他流离 他想天香 想天香的话 请休息吧 你有这个回复牌 你也不是 不是太怕的 那现在有了个白银狮子 就更不怕他了 你才想天香 你就让天香买 那么现在好像是 天香之后 可以拿这个白银狮子 不过上次更新是 我记得官方那个 FAQ上写的是 不能反馈自己 但是现在刚才 这个这局录像里 明显表现的是 可以反馈自己的白银狮子 反正管他呢 你能反馈更好 你不能反馈 你不能反馈那也没办法 能反馈是更好的 对你就逮着这个大小乔打 黑杀的话 黑杀的话 其实你可以不出啊 你说黑杀可以不出 反正你这个杀赵云 你又杀不动 杀赵云 赵云断闪的几率 不是很大 也好 顺手牵牙 所以这个黑杀 你可以不杀 我现在有了寒冰剑了 有了寒冰剑了 就可以动小招了吗 你逼着他 只能去流迪 怎么这又换上官师傅呢 你把寒冰剑换掉 你这 你即便你把 你把梦霍各做掉 你这 你这打小小 你怎么打 寒冰剑不应该 不应该换掉 不应该就这么轻易换掉 火攻 觉得你还不如这个换上那个 换上那个青钢剑 你还不如换上青钢剑 换上青钢剑 就是杀这个大小小 请休息吧 这样你越是 你越是去杀这个梦霍 你越是去杀梦霍 那他 他肯定越来杀你 对不对 他本身他就没看清形势 他自己没看清形势 你还非要去动他 那你越动他 他肯定他越来杀你 你就等于说这个 我们主角现在等于说是 就是把自己给逼到一个 强行逼到一个EV2的 这么一个城 这个这么一个境地上去 本身这个梦霍 梦霍赵云不是太好杀 你看现在他的 灰解能力非常强 不是太好杀 不是太好杀 你就 你就 你就不要动 你就直接就是打 这个大小小就行 你消耗大小小 他愿意流离 他就 流离给梦霍 他愿意天香 那你有这个 回復牌的话 你可以卖出来点回復牌 那现在终于把这个 梦霍给打死了 终于把梦霍打死了 你这打大小小 你真的不好打 那既然是 你选择把这个梦霍打死了 那么 你打这个大小小的话 你就 你优着点打就行了 等你有了 回復牌的时候 你再打 对 你这没必要 这么这么着急的去打 这个白云狮子来 白云狮子来了 你就可以 你放心的杀他了 请休息吧 你好 你这 你累了 你把白云狮子扔了 这不应该扔啊 你这把白云狮子扔了 一会儿你怎么 你怎么杀他呢 你就应该把这个 白云狮子挂上 他要天香你的话 你就反过 为这个白云狮子 你是只赚不赔的 你挂这个八卦 没用啊 这个大小小 他自己 他肯定是不会主动出击的 他想掉你的血 他就一直 天香 你就可以了 他要是主动出击你 然后你反馈 他的牌 他还赔呢 所以他打你 他就等着你来打他 他天香 你就行了 所以你要这个八卦 一点用都没有 你看 你就没有这个恢复牌 你还打得这么急 你累了 你既然没有白云狮子 没有那个寒冰剑的话 你打小桥 就不要打 打这么急了 等你有这个桃子的话 有桃子有酒 你再慢慢打 你看现在你又上一血了 又上一血 他万一有个什么决斗 难买啥之类的 你不就挂了 你看 这他起人难买 你不就挂了吗 你这打得太急了 这我们主角 最后这个三任局的时候 这个策略就有些问题 这个 这个梦画他看不清形势 你不能跟着他 就在这里瞎杠 这不行 你既然说决定 把他弄死了 既然把他弄死了 你最后单条这个小桥的时候 你这打得太急了 中间有几个失误的地方 就是第一寒冰键扔了 第二这个白银狮子扔了 你要有那个白银狮子 你挂上那个白银狮子 你这打小桥 你就随便打 你这打的他天降 你就是白过牌 对你一点损失没有 你光靠你卖血过牌 你都把他过死了 就我们这个主角 还是有一定失误 你要慢慢打 不着急的话 应该说是跟他耗一会儿 绝对是有希望的 那么也是希望大家以后在游戏的时候 首先对局势的把控 要有所认识 在一个单挑的时候 也是要有技巧的 那么好吧 本期这个录像先做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